这只蝙蝠狂吠着向士兵求救 但士兵只是回头看了一眼 便继续朝前方走去 蝙蝠见状迅速冲上去 咬住士兵的裤脚 拖着他往家里走 蝙蝠异常地举动 让士兵好奇地走进了房间 但近来就发现地上躺满了尸体 蝙蝠还对着灶台不断发出嘀吼 这下士兵终于明白 蝙蝠是在向他求救 他赶紧走到墙边拿开挡烟板 发现灶台里居然藏着一个小女孩 士兵心疼地将女孩抱起 不断安慰他不要害怕 但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 女孩根本无法独自生存 士兵最终决定收留女孩 于是他在墙上留下了一个地址 如果女孩的父亲能活到战争结束 回到家也能根据地址找回女儿 因为士兵还要奔赴前线 女孩就被送回老家交给妻子抚养 女孩警惕地看着这个陌生的家 眼神里透露着害怕与惊恐 男孩兴奋地喊了一声妹妹 但女孩却闪躲着表示害怕 随后妻子给女孩做了一碗热面 吃了半个月干粮的女孩 狼吞虎宴将面条吃得连汤都不剩 见女孩还没吃饱 哥哥赶忙将自己的面条 给了第一次见面的妹妹 左邻右舍得知女孩的到来 贴心地准备了一张大床